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票中心多次向媒体展示自己化选的选票 已经严重了违反1954年选举法令第五维护投票保密条文 因此促行警方开档调查 不过沙努西昨晚被媒体追问的时候却宣称 一切都是媒体的错 表示他在选票上打叉之后 是媒体不断要他转换方向面对不同的镜头 才会导致他不小心打开手上的选票 他斥责媒体事后故意刊登选票打开的照片 是非常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打开之後 打开ボbean 打开 太厉害了 打开